新闻暖暖包 其他景点都受到地震影响 有受损的情况呢 今天我们新闻暖暖包 要一起来关心 强震之后的花莲观光产业 我们要联系的是 泰鲁格国家公园里面的 部落湾山岳村 郑明刚村长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村长您好 您好 大家好 是 村长首先想请您 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现在我们在这个部落湾里面的 这个山岳村 它的目前的状况如何 有没有受到地震的一些损害呢 其实这次地震 对于我们花莲来说 只有那个八公里米轮断层 这个国家公园那天 六号晚上地震 七号早上十一点 就全线了 从泰鲁格直通 和湾山全线是通车的 但是呢 其实那部落湾根本就 不受任何影响 像我们的小木屋 我们当天的旅客 什么通通都完整无缺 但是呢 大家都吓跑了 是这样子 所以说 虽然说没有受损啊 所以但是因为大家会觉得 那个摇得很厉害 所以就不敢多住了吗 就赶快 就赶快提早打包 退房回家了 主要是 主要是这一次震 老实说 他震的还不是不够很强 还六级多七级嘛 可是最主要是 他频率比较多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有那个八公里面 有两层的大楼倒下来 有人伤亡了 最主要就是 我个人认为啊 最主要就是 当然也是 他们也是关心啊 就是媒体 还有再来一个就是 政治人物来的很多嘛 大家都关怀啊 其实我们也是感恩的嘛 但是媒体抢着报道 一直抢着 尤其是电视媒体 一直抢着抢着 哇 变成全花莲 好像是灾区 就很严重的样子 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心理方面 还是会觉得 有点害怕就是了 这些旅客的 他们的这个心理上 会觉得说 是不是真的是很严重 会不会还会有 再更强的地震发生 所以他们也会害怕嘛 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啊 大家都打电话 像FB啊 什么电话通 都在问说 你们怎么样 你们怎么样 我说都很好啊 甚至于国外的朋友 美国啊 香港 我这个中国大陆的亲戚啊 每个都打电话 还问说 哎呀你们有没有被压到 我说根本没压到嘛 这样子 所以可是他们感觉 就是以为说 整个花园是受创的 非常的严重 其实是为什么会 大家会觉得说 可能会 这个会有一些损失 是因为说 在过去来讲 即使没有地震 像比如说雨下了久一点 可能我们在 尤其是山区的道路 都会有些落实的状况 那何况是这个地震 摇得比较厉害 所以这个道路的状况来讲 目前都是OK的 都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吗 一点都没错 我们这次地震比台风还小 因为台风啊 它有瞬间 而且它有豪大米 瞬间三百毫米 四百毫米 那会有土石之下来 这一次就落了几颗石头 第二天早上清一下就没有了 所以这次地震 其实它的那个整个的 这个震度是震到我们的光光啊 可是它的影响度啊 比台风还小 所以我们花脸是每年 其实我们花脸人是震惯 只是前一年啊 我们太幸福了 为什么一直不摇啊 一直不震啊 全部集中在这个时候震 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地震专家也有说 其实在去年地震少 他们其实还蛮担心的 没有想到就是一次来爆发出来 把它这个地震能量释放出来啊 我们花脸人都有这个感觉啊 哎呀怎么好久没摇啊 为什么都不震啊 很久没摇有点不习惯 那其实我们还是很想来关心 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在花脸地区的一些朋友啦 或者是说 在那边的一些观光的 这些从事观光业的朋友 都有讲说 这个花脸的观光 真的是在地震之后 真的蛮惨的 真的是退订的很严重吗 非常非常严重 像我的饭店只有三十几个小木屋 我每年啊 11月1号开放订房啊 很快就客满 今年也是客满 可是问题是一直取消 一直取消一下 到现在啊 除夕夜初一初啊 大概退了大概六成 还有四成 那初五 初四初五呢 剩下三成 那这两天天气好了稳定了 今天又有些电话慢慢慢慢的回来了 因为他确定知道稳定了 就比较安心了这样子 嗯嗯嗯 可是 别的更厉害啊 是是 我们南花脸才倒霉了 我们那个什么 比如说我们光复啊 以下啊 一直到什么瑞穗啊 安通温泉啊 瑞穗温泉到玉里到复里 那我们海岸更长 170公里 哇 整个海岸那边全部一样取消 取消取消取消 那花脸是一定会塞车的 那这两天用自己花脸人办年货 我们花脸人还是有那种过年的感觉啊 我们乡下的地方都要到市区来买东西 准备过年啊 所以这边还是车子感觉蛮多 可是呢 整条路 我前几天我亲自开耶 我从苏花地还没有开过嘛 去开开看 从苏花地起点 直通三月春90分钟 但是一般的客人来开啊 我相信他们会慢一点 他们会直通到泰勒格90分钟 到三月春还要再加15分这样子 所以说 很方便 是 确实在这个地震之后 您亲自跑了一趟 就是从苏澳一直到我们这个三月春这一段 都会跑过一段 你看到的其他的同业 他们的这个状况 所以大家都说是推定的很严重 可是事实上 人家也会担心说 那你会不会是确实有些损失 就是你可能房屋上面有些受损啊 没有让人家知道 那所以这个状况 你是不是有去了解 其他同业的一个情形呢 其实我们当初我们任何人在花莲盖饭店 就有考虑到它的结构要比较防震一点 这是我讲实在 我来这边二十几年 都是防震的 我的老东家 其实美轮大饭店 当初建筑师盖的时候 就挖得很深 地基做得很大 但是这一次离这个 美轮饭店离这个镇央区很近嘛 所以它稍微有一点点的规律 可是就被人讲说倾斜了 根本就没有倾斜 那难免有些电视会掉下来啊 受损啊 水管破掉啊 锅炉坏掉 那我最感动的是这一次 大家第一时间提供给灾民 哇 马上说呢 但是灾民都不敢住啊 很多人都不敢再进大楼住啊 对 结果都把棉被拿出来 给他们裹在外面 这样蹲着 都是饭店业的朋友 那第二时间最感动是 全部提供给救难队 全部给救难队 来家救难队住了 通通免费招待 那有些就抢修 我锅炉修好了 我的水管修好了 赶快开放 你们可以来住 可以来住 所以这个也是感觉到 从来以前我们是比较竞争的旅馆业 这也是大家团结起来 提供给他们 你看 是 也是比较 也是难得的一个经验 就是说让大家过去 本来是一个竞争的 可能是这样子一个竞争的对手 在这个时候去团结在一起了 为这个救灾的在一起了 不过我们也知道说前两天也 在花莲的观光夜市 他们也是说这个自救啊 人就不如先自救啊 就是他们你们发起了一个 就是要有一个一人一速爱台湾 爱花莲的这个活动了 好像推出的一些促销的 花莲的观光夜市 确实是蛮吸引人的 那您觉得说这样子 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你们 尽快的从这个地震当中 能够站起来呢 当然了我们就像是 华王的飞机掉下去了 马上促销了 刚开始没人坐一下子 我马上又客满了 一样的道理 那我们华人比较容易健忘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促销 大家都觉得 有一个促销活动 那我们又可以做善事 又可以提正花莲光光 也顺便过来吧 那我们都空着 也不能养蚊子 总是觉得 起码员工薪水有了 生活能够有改善 所以大家也愿意 做一个促销活动 希望这个年后以后 我知道过年 大家都可能安排好了 比较机会稍微少一点 如果这个时候天气很好 你愿意开车来的话 我们也都欢迎 现在比较方便了嘛 然后年后以后呢 我们有一个促销 很多人促销到三月四月 后面促销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一次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可能大陆自由行 又会减少 路团又更少了 所以我们内需的部分 可能要赶快来提正 把他加强 那我们自己先来促销 再加上政府 因为政府他们效率 对这方面 总是会稍微比较慢一点 但是还是有帮忙 会帮忙力很大 可是我们先抢先 我们先放出来 就希望大家能够 但我们更希望就是 外县市公家机关开会 能够指定 到花莲来开会 来办个讲席 或者是甚至于春酒到 各位到花莲来办个春酒 当然我不是这样想 不过我觉得还是可能 可能还是有点难度就是了 所以像这个过去 我们花莲也其实也有过 因为大家其实比较习惯 花莲真的是有一些地震发生了 这个地震跟这次的强震过后 你觉得说是不是 大家对于这个 尤其是防震的这个观念 或者我们在观光业者 自己本身 你在对这个防震的要求 或者是说 对于一些逃生方面的一些概念 应该要自己本身 也要去做一些加强 对啊 所以我们就很要求说 希望趁这个机会 把那个非法的 不好的 尤其是我们这里游业的 合法旅馆 合法民宿 把非法的这时候也顺着好解 因为有些 它虽然它是用甲板做的 也顺便把它拆掉 因为它防火 根本就 万一火灾怎么办 比方说地震 再来就是我们这次花莲居民 全部去抗议 结果县长就主动出面 要把花莲有一个圆板 一个大楼 其实那个已经龟裂得很厉害 龟裂也很厉害 就是希望它能够拆除 我们县政府也发文了 一个月内要把它拆除掉 老实说 这一次在这个米伦断层上面 这两栋大楼 平常就我们发言都很清楚 统裁饭店那个也是 因为很多年以前有龟裂 所以有稍微做装饰过 然后前面这一栋大楼 翠堤大楼这边也是 因为的的确 它就在美伦溪旁 又在水的旁边 那个就有一点做了 有一点头重脚轻的关系 然后前面如果 简历墙再拆掉的话 难免 大家也知道 这个本来就是这两栋 就是说稍微有一点问题的 旁边很多住家 老实说也有损失 但是媒体可能这次比较没有办法 比如说有一点下限 楼梯有的突起 哪一家瓷砖不破 那难免只要在这个八公里左右都有 但是这种起码 它房子没有倒 它的结构 它的建筑当初都是防震的 所以我就想说趁这个机会 把它违法 能够统统把它整顿一下 包括隔间防火去化 是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在公部门 当然要赶快加速花莲市整个的一个重建了 就让大家恢复对花莲观光的一个信心 那同时一般的民众 你也可以用自己是说 我们到花莲去观光 帮助花莲这个观光产业 因为多数的花莲的朋友 都是靠这个观光产业来维持生计的 一个为主的了 所以如果观光产业能够早一点 回复到过去的荣景的话 对这个所谓的花莲的朋友 他们的生活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波罗湾山越村的 郑明刚村长 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 现在花莲的一个状况 希望大家能够在年后 有这个优惠促销的方案之后 继续到花莲去观光 去消费 能让花莲的这个长征过后 早点重新恢复过去荣景 谢谢村长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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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